趁点全过程,太牛逼了 能够趴近这么近的距离,与狼接触 是具备又非常大的风险 也是因为我和这些狼呢 有一定的感情 我才可以做得到 与这些狼这么近距离的 采用三台机器 在家里面直播拍摄 狼和人之间,他护仔的时候 任何人现在只要 哪怕你伸一下手指头 绝对给你咬掉 狼会不,而且呢 他如果不是在对人 绝对信任的潜力下 他绝对现在是 绝对是攻击人的 狼在洞中掺仔 这是所有的 视频当中的 应该说唯一的一次 因为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是因为这个狼洞 挖的比较浅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就知道 这个洞挖的 也就是个一米深 昨天想掺仔 临时挖的洞 他掺仔的过程 大概的经历 十二个小时左右 现在目前了 产了两个仔子 还会产四 四到五个仔子吧 大概他能产四到五个仔子 所以说呢 他掺仔过程会经历 大概十来个小时的痛苦 但是狼我跟你说 他是绝对凶猛凶猛的动物 一会他掺外宰着 你要是往里一探脑袋 他就会绝对咬你 不会毫不客气 两台手机 两台赛响力 四台机器 同时在拍摄 狼残仔穿过程 昨天下午 亲我的就是这匹狼 我往地上一顿 他就拿舌头来舔我 所以说他今天正好胖的 看到了他今天拆载的 这就叫什么呀 这就是缘分 我说话不会影响他 因为他现在没有心情 听我说话 现在记录下了他完全的 完完全全分辨全过程 这种视频太珍贵了 特别是咱们这个机器拍摄的 这个视频 没事你生你了 咱们都好朋友啊 别吓唬我啊 那个狼都看我了 看我不要紧 他别咬我 嘎给我一口 只要穿出来 我跑都来不及 说实话 我跑都跑不了 因为我一 我不跑还好 现在是一匹狼 我一跑 我身边现在有六十匹狼 我现在趴在这个洞口 我也不能动 所以说呢 我也不能老大声说话 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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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 躺下 哎呦呦呦 你看他亲的 人家生长呢 你别臭话 别往里臭话 哎呀 这个狼来了 你看 滚出去 滚出去 走 老爸爸来了 他找他宰子 好 他在那个洞 他不放心 他那个洞里 那个洞里还有一个宰子 刚才那个狼 挖挖的跑进来 要穿那个洞里了 哇塞 吓坏我了 跳工地完了 那个洞里还长有我宰子 现在这里面有三五 又来了 又来了 过来几十匹狼 没事 我还以为狼过来了 吓我一跳 生了 要生了 要生 我们得拍摄它生长的全过程 每天不同玩故事 就会发现 下距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